歡迎回到FM103.3 星期天下午5點開始 你各位在收聽的 就是幸福空間廣播版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許倩雲 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要請到的是 深受各位聽眾朋友喜愛的設計師 因為聽他的聲音會覺得很開心 他每次來呢 分享的故事 應該都會讓大家聽完之後 覺得他是一個 心思很細膩的人 我們歡迎的是 雅典設計工程的 黃婷芝設計師 婷芝你好 芊芸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其實大家有開始在期待說 婷芝每次來都會分享一些小故事 就把最近生活上 有碰到一些有趣的啊 然後好玩的啊 很甘心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說穿就這樣嘛對不對 對 然後 而且是密不透風的鐵皮屋 還沒有冷氣開之前 沒有冷氣沒有窗戶 我要先說 如果我有去樣品屋齁 嗯 只有兩種狀況 不是被熱死就被凍死 是 他冷氣不是開到冷了個半死了 就是他還沒開冷氣裡面 真的是很熱耶 熱到爆 嗯 像最近去工地 進去出來 整個臉都被砍瘦了 馬上緊繃 馬上緊濕 很好啊 就不用花錢去在美容 然後烤箱啊 這樣子啊 三溫暖烤箱 這樣子啊 那個 外面已經很熱了喔 裡面還比外面熱 又悶 對 又悶 然後又是在 因為在施工嘛 所以這個灰塵啊 木屑啊 油漆膜的那個屑啊 就整間就煙霧瀰漫 然後進去那眼睛 鼻子都超不舒服的這樣子 你看看 就連我們都這樣子了 你更不要說裡面的公班師傅了 對啊 真的 然後 所以 我就在FBPO的這個 就是我看到公班工作的狀況 我覺得很辛苦 嗯 就大家都很認真 很認真的在工作 很辛苦 那我就把這個 辛苦的這個狀況分享 在這個FB上 嗯 那我就 剛好一個客人 他就回我一個留言 我覺得好感人喔 他說什麼 他就說 原來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 代表的是一群 默默無聞的英雄 當我坐在 如同樣品屋的 這個居家當中 開著冷氣 看著電視的家裡 那他要向 雅典團隊的幕後英雄 說聲謝謝 嗯 謝謝你們把我們家 裝潢的如此美輪美奈 外加溫馨 讓我們如同天天住在六星級的飯店 謝謝你們 嗯 好感人喔 對我看了就覺得 哇這個客人怎麼這麼感性 因為他可能 沒有想到說原來 我這麼漂亮的房子背後是這樣子完成的 他可能只有享受到新房子 成果 成果跟成果 對不對 嗯 對 那因為 呃不管是在這個樣品屋當中 或是在真的住家當中 因為在施工中不會有冷氣嘛 不行啊 對啊不可能 你木工不可能開的原因是那個木屑 如果跑到你的冷氣裡面 對 所以 很麻煩 對啊 所以像所有的工種在完工之後 完工之前 是不可能有冷氣可以吹的 嗯哼 那所以真的冬天就 非常冷 因為也要開窗戶啊 因為在聚那些木屑那些 對要通風 那夏天還是穿窗戶 可是像以市區來講 其實夏天還是 有風可是都是熱風 啊有時候沒風就是非常熱 我真的想跟大家講說 嗯要跟這些幕後的 不管是木工七工 還是泥座師傅之際 因為曾經做過一個統計跟報導 我看的就是 其實一般來講可能 木工師傅 或者是七工師傅 因為他們的工作過程當中會 呃 在怎麼樣的板材 嗯 就是可能腳料的部分都還是會有一些些 所謂的 化學物質 對他一定吸的比我們多對不對 或是細酸蓋擺的那些灰啊 對啊那你說 七工師傅在塗完漆 然後要再打磨 嗯 那個牆面把它磨平的時候 也會有一些粉塵 對 就再怎麼樣他們 應該這樣講好了 他們的生命 事實上平均的壽命 會因為工作而有一些些 折損 嗯 對 所以真的 啊 各位屋主啊 假如呢 你去你這個工地 要看你家裝潢的什麼樣子的時候 帶個涼的給他們喝 好不好 買個好吃的麵包給他們吃 我覺得他們會非常的開心的 對啊 其實重點是我覺得 我看公班在這樣子的環境 還是非常認真的在工作 就是還是很認真的在 就是做 就是不會因為環境的不好 然後就是吵吵了事 就是啊 隨便 呼呼的 然後就這樣子上去 就是還是非常認真工作 那除了就是 我看了自己對這些公班很感謝之外 我也會覺得說 這些公班的小孩啊 嗯 看到爸爸這麼 認真念書 對 真的要好好認真念書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非常辛苦啊 你知道嗎 我上次還跟他們在討論我說 像這麼好的木工 或這麼好的漆工的師傅 嗯 因為現在小孩不願意吃苦 沒有人要學 我覺得將來會 會沒有辦法傳承耶 對有斷層 所以以後你們家裡可能 想要有那種比較量身定做的質感 或特別設計感的一些櫃體 對 或特殊的一些手工 類似馬來棋的漆面 嗯 可能如果有斷層的話 以後都沒有辦法找到這麼好的 師傅 對啊 所以其實現在有的時候 我會看有些師傅們 因為現在剛好又放暑假嘛 嗯 所以最近有些師傅們都會 有些就會帶著自己小孩來 嗯哼 就是來當小工 嗯 小工也不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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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說比方說 投罪師傅 他就帶他的小孩來 可能是國中或高中生 就是來幫忙 就是 叫投罪啊 還是幫忙搬東西啊 那其實我看到這些小孩 我也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現在青少年願意在這麼不好的環境 沒冷氣吹又熱的環境 然後願意跟著爸爸來這邊幫忙 不管是幫忙或學習也好 然後我看他們都還蠻認分的 我覺得真的真的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要給這些小朋友鼓鼓掌 我想跟大家講說 我覺得未來的社會啊 嗯 我覺得有一技之長 嗯 遠勝過 嗯 當然我不能說有文憑很高不好 對 但是如果你 就是如果你覺得自己不是個 這麼會念書的話 嗯 我覺得你擁有一技之長 學個一技之長 對 那就對你的未來的人生來講 會是一個很好的幫助的 對啊 對啊 至少說 要出去找工作 有這方面的 就像剛剛前緣講說 其實 其實我覺得在裝修面來講 其實很欠人才啊 很欠耶 很欠人才 很欠 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害怕 你看我現在看房子 你看六年對不對 對 我怕我再看個十年之後 我距離人家家裡看 都只會看到說 大概 嗯 就是 一模兩樣 一模三樣的那種系統板材 系統� 嗯 因為師傅越來越少了 好的 氣功跟木工越來越少了 可能我就看不到這麼多 有質感的設計 或者是那個時候的 的那個 如果你要這樣子量身訂做 一些木工或氣功 他的費用可能高到 嚇死人 很高 因為沒有這樣的人才了 對啊 你不要講說裝潢 現在千云你講說 十年後 像現在家具 家具界來講啊 的老師傅就很少 比方說 我們常看到一些古典的 新古典的 一些家具有雕刻的 有雕然後用苗筋 對 那一類的 其實在台灣這樣的師傅 現在就已經慢慢越來越少了 所以現在很多 像這類的東西 都會是從 大陸進口的 很多 那當然在質感上 就是見仁見智啦 對 照你這樣子講 我應該在那些老師傅啊 手工還很好 還在試的時候 買一些他的家具 把他先買 收藏真品 對對對 這個我是另外一種投資喔 對對對 也是 OKOK 開玩笑的話 好 那我們來繼續 我們之前有聊過的一個主題 就是 更衣室的部分 好 我一直強調你的更衣室 會讓很多人覺得很精緻 嗯 很細膩 對 除了有幫女生在做考量之外 是 很多男族人的一些手錶啦 一些領帶一些細節 你也考慮到了 對 好 可是我今天想跟你聊的是 我們先看看怎麼樣 才可以打造一個 呃 更有高使用效率的更衣室好不好 提高更衣室的使用效率 這個對台北那麼貴的房子來講 嗯 也是一個重點 嗯 對啊 就像前前一集我們有分享說 收納 收納的一個概念 他的這個所佔的面積跟他的這個 呃 我們房價的這個價位的一個關係啦 嗯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幫客人做一個收納 哦 不管是更衣室的收納 或者是說呃 各個房間的收納的時候 我們都會建議說 我們應該是提高單位 單位面積的收納量 嗯哼 比方說我是同樣的一個長層關的 長層寬的一個單位 但是我是往高或往低 嗯 去發展 嗯 而不是說我四個牆面 四個牆面全部都做櫃子 嗯 我懂你的意思 對 那以更衣室來講的話就是 我們會用一個開放式的方式 嗯 來做做規劃 那盡量就是說 利用工法上去克服 就是不要這樣 就是讓他能夠一目了然 不要說分好幾個筒身啊 好就是盡量能夠開放式一目了然 那甚至說呃 有的客人 我們建議說 比方你可以用那個 顏色去分自己 分類自己的衣服 顏色 對 或者說男主人區跟女主人區 嗯 那有些空間夠大的話 是男主人一間更衣室 女主人一間更衣室的也有 那我之前聽你聊過 其實今天一個抽屜 對 一個成板到底該多寬 嗯 我舉例好了 是 假如我今天坐了一個九十公分 對 可是我沒有辦法 並排擺三排的衣服 我只能擺兩排半 對 我寧可 多花 多做個十到十五公分 對 他雖然是十到十五公分 可是他可以擺三排的衣服 是啊 比你擺了兩排 然後空一半 不能用來的好多 對 或者是兩排半 又亂 就是亂塞啦 對 對 然後又不整齊 所以那個怎麼去算那個尺寸 其實要斤斤計較的 對 就是要計算 那就是看設計師在一開始跟客人做一些規劃的時候 是不是對於這些細節的尺寸有沒有去跟客戶做一些了解 嗯哼 好 就說客人的這個衣物大概的尺寸啊等等啊 那怎麼樣去分配能夠讓這個收納的一個量能夠放大最大 OK好 那當然我知道就是裝潢這個東西會一直進步 然後你每隔一段時間都會看到一些新的建材 對 或是新的小東西或新的發明會用在這個空間裡面 嗯 更衣室我在想最近應該也有蠻多一些新的五金配件 嗯 是可以分享給我們的 最近的話像我們幫男主人的那個更衣室的話 我們就會幫他做一些旋轉的吊褲甲 旋轉的 對就是在一些像更衣室轉因為我們是一個mol字型的 可能在轉角的地方就是比較難利用嘛 那我們可能就是利用那個地方 做一個圓盤的 對 就是他有點像四分之三 嗯 這樣子感覺的一個吊褲甲這樣子 嗯哼 那或者是說有一些像領帶架啦 這個可能大家都比較有常聽到 裝那個放領帶的一個收納五金 嗯哼 或者是像皮帶啊也是這樣子 嗯哼 當然囉 這一個更衣室裡面有一個重點啊 就是廚師 上次我們跟大家分享 春天可以買那個就是活動式推到哪用到哪的廚師機 對 或者是你說現在有一種就是 全戶的廚師機 是吊飲坐在天花板上 但是跟冷氣是不一樣的 跟冷氣或者是全熱交換機走不一樣管線的 對 這吊飲室的廚師機 嗯 嗯 國外的廚師棒台灣現在用的多不多 台灣用的也蠻多的 蠻多的了 對 它還有分尺寸 就是配合我們衣櫥的大小 嗯哼 它有分不同的尺寸這樣子 那它是透過這個熱的一個原理啦 嗯 所以通常如果說我們有考慮 就是上香那兩個部分沒有考量到 我們要用廚師棒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衣櫃裡 不管是更衣室或者是一般的衣櫥裡面 我們就預留電源 哦 要預留電源這件事情很重要 對 預留電源 嗯 然後有一個單獨的開關 嗯哼 就是我如果需要廚師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開關打開 嗯 那它這個廚師棒通電之後 它會產生那個 它廚師的一個機能 OK 好 這些新的五金哦 分享給你 如果你正好要裝潢房子 趕快把它操下來好嗎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這裡是FM103.3 幸福空間廣播版的節目 裝廣流行網 我是主持人許建宇 我們要歡迎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這位設計師是雅典設計工程的 黃婷芝設計師 婷芝你好 婷芝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欸婷芝我想跟你聊的更衣室 雖然我知道你做過各式各樣的更衣室 對 然後你的更衣室 各種機能你也很堅固了 可是我要聊的這個呢 也是大家在更衣室當中會 會想要擺這樣的東西跟機能 可是事實上 他有場片是那種 比較會被忽略 或者是說不知道正確的流程 該怎麼商量 我講了一大堆 我要講的重點就是 大家很想在更衣室裡面 擺一個保險櫃 是 可是保險櫃有時候 擺的那種很容易被我找到 你知道嗎 對啊 就是 通常就是在更衣室 通常保險櫃 在一個居家空間來講的話 可能會擺放的位置就是 更衣室 主臥更衣室 然後門片 你打個門片 打開門片就看到啦 對 那我有碰過很妙 他想要隱藏 可是我太厲害啦 對 他是做上鮮的 然後在一個轉角 對 在一個轉角的那個90度角 大家會想 他會想說上面擺一個什麼那個 可是我覺得 欸 奇怪 結果我一掀開 下面就是一個保險箱 可是他必須先上鮮 然後托盤拉出來 然後保險箱才能在側邊開來用 你聽得懂我講嗎 我懂我懂 就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 對 但是這種方法都 都就是 對我來講 嗯 就是太容易被發現 是 我們可不可以先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要在更衣室做 有保險箱這樣子的功能 對 有沒有什麼撇步 我們先講最基本的好不好 我剛剛講那個是不入流的 我們不要講這個 對 我們講 稍微比較不容易被偷走的 稍微不容易被偷走的 一個就是 最常見像飯店型的保險櫃啦 你是說按密碼那種嗎 按密碼那種 然後是藏在我們更衣室裡面 比方說我的櫃子有一櫃 是設計有門片的 嗯 或者說跟皮包櫃放在一起 因為有的客戶他皮包很名貴嘛 所以他的這個櫃子 皮包櫃的外面還會鎖一個鎖 可是我那個如果這樣之後 我是不是整台電子的那個 呃 所謂的保險箱可以整台搬走 那要鎖在牆壁上或鎖在地板上 那我一開始要跟你講好啊 對 這一開始一定要講好 然後 然後預留客人他希望指定的那個保險箱的尺寸 嗯 那我們就是規劃在某個他指定的位置 所以他 呃 如果我要裝這種保險箱 要先鎖在地板或牆壁上 對 可是我一開始你在工程進行的時候 我就要先講了 對 要先講 你後面講是來不及的了 來不及 除非是剛好說 欸那個位置 他看到的保險箱尺寸可以放得進去 OKOKOK 嗯 好 這個就是也初階啦 對 比較一般的保險箱 入門級這樣子 入門級 好我們再進階到中階好了 進階的話就是說 我們通常在這個更衣 不管是更衣室或是一般的衣櫃啦 我們要多設定這個保險抽屜 嗯 保險抽屜 對 那這個所謂這個保險抽屜 就是說我們在 因為通常我們櫃子的最下層 會有個踢腳板 嗯 大概差不多10公分8公分 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深度 那之後我們再打開衣櫃門片 或是更衣室門片的這個下方呢 可能我們就有抽屜 嗯 我們總是會有一些抽屜的收納 可能屋斗櫃三層 對 三格抽屜好了 然後兩邊加起來六個或九個 對對對 那我們就是在最下層這個抽屜 一打開之後呢 那底層 打開抽屜就看到我們櫃子的底嘛 嗯 那這個櫃子的底 我們就是做一個抽板 嗯 然後把它抽開來之後 裡面就是放我們的那些 金銀財寶那一類的東西 所以它這個並沒有所謂的鑰匙 沒有鑰匙 可是這個就算是 嗯 應該是說 功利好的木工 或是說有在思考的設計師 其實那抽屜一打開吼 就算小偷也看不出來 裡面有什麼玄機啊 哦真 就是我平常抽屜拉開的時候 你是看到衣服擺在抽屜裡 你真的要拿東西 要把整個抽屜卸下來 整個抽到抽屜 整個座的外面 把抽屜拉出來 才會看到裡面 對 那不然一般人會覺得那是踢腳板而已 對 就也不會想到說這個 因為它 它也不是抽屜內的暗抽 嗯它不是嗎 它不是 它要把整個抽屜 整個抽出來之後 才能去使用到那個保險抽屜 哦 我了解了 好 我下次如果要裝潢 我要跟木工師傅做 我要做這個東西 那要會做的人才會 啊不會做的人 一看就知道 我會做的人就做得 那個很不入流的 不只三百兩 可能六百兩了對不對 是 OKOK 好 然後還有別的方法嗎 另外的話就說 因為我為什麼要這樣問你知道嗎 因為你剛剛那個方法 OK我覺得很棒 然後師傅功力也好 也會看不出來 對 只是它麻煩 它麻煩 它就是我抽屜要拿 整個抽屜拿出來 卸下來之後 才能再用得到保險抽屜 對啊 所以一定是很珍貴的東西 才會不常用嘛 那沒有 比方說我們要參加宴會 真有一些首飾啊 一些鑽戒啊 什麼的啊 對 可是我不能每一次都這樣 把抽屜就是穿得很美 然後大非洲一張抽屜卸下來的東西 拿來刮上去 抽屜再擺回去 然後回家之後 再把抽屜再拿出來 再把東西卸下去擺回去 抽屜再裝回去 對啊 那樣子的話就是說 可能千許你就要考慮 像一般的 像飯店型的那種保險櫃 不行那個太明顯了 還有更高檔的嗎 呃 其實另外的話就是說 會藏在那個衣櫥上方 這個也不是那麼容易啦 哦 衣� 哦哦哦 就是我衣櫃打開 可能比方說我上下兩層是掛 衣服 那可能上面有預留一點空間 那我就是配合那個空格的大小 會做一個 類似像維修口的那樣的感覺 就是我衣櫃打開 可能比方說我上下兩層是掛衣服 那可能上面有預留一點空間 那我就是配合那個空格的大小 會做一個 類似像維修口的那樣的感覺 我就藏在天花板上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 嗯哼 對 嗯其實你 你忘了我還看過你做一種 哦 你知道我講哪一個嗎 那個我們就是利用造型 嗯 我們就是 我們如果說我們製作比較古典氛圍 比較奢華的那個更衣室 然後我們就會用一些這個立柱 有些古典的立柱 立柱或羅馬柱 對 或小版羅馬柱 一整條 對 比方說它的寬度差不多12 15公分 的一個柱體 的一個柱體 那我們是利用造型的一個修飾 比如說我們一按或一拉 嗯 那個這個羅馬柱就會彈出來 嗯哼 那彈出來以後呢 裡面就像可以放那些鑽石耳環 小空間 對 就是放一些像 比較常用像項鍊啊 或者是耳環啊 手飾啊 對 戒指啊 這些可能像千雲講說 去參加一些晚宴啊 等等要用的東西 就不用那麼麻煩 對 你是會不會比我爬上 或是 蹲下來 或是蹲下來 對不對 對 比較容易一點 又比我說那個可能保險櫃那種 我覺得太 太直接了 對對對 太入門的那個來的更更 更方便啊 又更隱密一些 是啊是啊 哦 OKOK 好我只想告訴大家 因為越來越多人喔 會想要在主臥更衣室 或是主臥室當中 有一個保險箱 對 那至於這個保險箱 如果你有考量的話 我覺得你是事先 跟設計師要先溝通好 對啊 不過還有一個重點啊 嗯 就是說 剛剛提到了那個 放在踢腳板 或放在天花板的 這個保險 保險箱的這個位置 嗯 主人們一定要記得 自己有這樣的空間 有人忘記過嗎 如果你搬家 好瞎 對 你的經營採訪就留在裡面 嗯 像前一陣子新聞不是才說 這個 不曉得台北市哪裡拆房子 拆了之後發現 它那個閣樓一大堆 都是 日據時代的錢 就有鈔票 對啊 被蟲吃光了吧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說 主人們一定要記得 自己有這樣子的空間 不然你搬家那些 黃金鑽石啊 都留在 都留給下一個屋主了 哎 你不要說 有的時候 就像我出國旅行 嗯 我就明明用了一個 我很熟的那個 保險箱號碼 所有的護照 我還是很容易 會忘記 我既然有一次忘到 要叫人家那個飯店 來幫我開 對 所以 我覺得很有可能 忘記藏錢 對 連保險箱那個那個 密碼我都會忘記的 忘記藏錢 這種事 真的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對啊 真的 OK 好 嗯 假如下次呢 你在做這個主鍋 更衣室設計的時候 想要擺保險箱的話 請記得我們的叮嚀 要提早跟設計師溝通 是 好嗎 今天非常謝謝婷姿 我們下次見喔 好 謝謝大家